复兴股票遭大举抛售后,郭广昌回国了。 公司回应,在北京各项业务发展正常。 近日,网传北京市管企业收到北京国资委通知, 梳理与复兴集团的合作情况不限于持有股票、股权投资、资金出界、工程承包、担保、商贸合作等事项, 并研判相关合作风险,形成书面报告。 对此,复兴集团回应称,我们留意到有网传北京市国资委通知。 经向北京国资委问询,获悉这一调研是北京市国资委系统的一项日常信息搜集工作,没有任何针对性。 此前,他们也对有关企业发过相关调研通知。 复兴在北京各项业务发展正常。 8月31日,公司刚发布半年报,在当前宏观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,依旧保持稳健和韧进。 各项业务平稳运行。 9月13日,今天下午,复兴集团方面计划与北京国资委进行会面。 随后,在13日下午15点左右,许久没有现身的复兴国际董事长郭广昌,发了一条微博,称自己刚刚结束了海外几个月的差旅行程。 目前,已经在上海隔离,并表示,我始终坚信,全球化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。 复兴的竞争力,在于全球化的视野和能力。 更重要的是,作为一家植根中国的企业,中国永远是复兴最重要的根据地。 不论在海外还是在隔离期间,我都始终心系着国内的业务。 微博全文如下,刚刚结束了海外几个月的差旅行程。 索性赶在台风梅花之前回到了上海,这两天正在按照防疫要求进行隔离。 作为一家创新驱动的家庭消费产业集团,复兴现在有接近一半的产业和员工在海外。 所以这次在海外,多停留了一些时间。 跑了二十多个国家,接近四十个城市,和许久未见的海外复兴同学们,做了细致的沟通。 一路上让我很欣喜的是,我看到我们在海外很多企业,都恢复到了比疫情前更好的水平。 还有一些企业在疫情期间,更是取得了高速增长。 过程中也拜访了许多海外的朋友们,请大家喝了我们的舍的酒。 品尝中国智慧的同时,向海外传递中国信心。 我始终坚信,全球化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。 复兴的竞争力,在于全球化的视野和能力。 更重要的是,作为一家植根中国的企业,中国永远是复兴最重要的根据地。 不论在海外还是在隔离期间,我都始终欣系着国内的业务。 未来希望复兴能在深耕中国的同时,实现全球化生态中的相互赋能和高速成长。 也祝大家一个迟到的中秋快乐。 此前,复兴医药突遭大股东复兴高科技减持,引起市场震惊。 9月2日盘后,复兴医药披露了大股东复兴高科技的减持计划。 减持公告显示,上海复兴高科技计划,通过集中竞价,及大宗交易方式,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3%的A股。 按2022年9月2日,公司总股本计算,及不超过8008.97万股A股。 若以9月2日复兴医药40.2亿元的收盘价计算,复兴高科技将通过减持套现32.2亿元,按照9月9日收盘价35元计算。 减持套现金额为28亿元。 据悉,复兴集团今年以来减持动作密集,并不止于复兴医药。 5月,复兴国际清仓,减持青岛啤酒港股00168HK。 8月,复兴产投公告,已减持601969SH不超过3%的股份,并在2月已经减持1%该股股份。 9月6日,01992HK发布公告称, 控股股东复兴国际,以8.57港元股的价格出售2800万股股份协议,给独立第三方,合计2.4亿港元。 9月2日,复兴高科技控股的发布公告称,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海南玉珠,以出售金灰酒603919SH13股份,交易总价是9.37亿元,并计划未来6个月内,继续减持5%以上金灰酒股票。 就参股公司而言,复兴集团今年还分别减持了000685SC和300801SC9月9日晚间,中良工科301058SC公告公司持股16.39%的股东上海复兴为10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, 简称复兴为市基金,计划以集中净价或大宗交易方式,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073.65万股,占公司总股本的6。